佟大为仅用一句话 打脸了那于多少建议四千的男明星 佟大为的清醒发言 证明了娱乐圈是真的有好爱 虽然他在错位里饰演的不紧 是个脚踏两只船只求上位的渣男 但现实中佟大为却是个实打实的老公 在感情里更是出了名的深情专一 当初佟大为和妻子关月在大学里相识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18年 每次出席活动 佟大为都会紧紧牵着老婆的手 即使没有关月陪着外出工作 佟大为也会十几年如一日的对老婆吻 我每天出门或者他出门 我们会吻别 佟大为作为一个男人 比关月还重视生活小细节 结婚15年纪念日 他还特意穿上了领证时的衣服 甚至就连每年拍的照片都记得十分清楚 这一颗爱人如氧花彻底去像话了 每年纪念日都会回忆一下当天发生的事 那年大概是那年 然后我们在哪 是不是我们都还像那一样 包括我那件衣服一直离 这是去年的第一 是不是 更重要的是佟大为老婆脑圈里人都知道 只要是有关月在的地方 他的目光就没有从对方身上下来 就连沈腾这个已经结婚十年的人 都直言非常羡慕佟大为和关月的感情 这个是我见过的最能撒狗粮 抱着我嫂子好像蛮大街跑 高温鞋穿了很长时间 我就把他抱回酒店 原来好男人不管结婚多久都不会嫌弃妻子嘛 佟大为作为家里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从来不被因为老婆耍小脾气就怨断 虽然关月有时候也总爱唠叨无理取道 佟大为却总能做到顺着老婆的心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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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哪句话 你刚刚说别人都在行动 然后你还在说快点快点快点 并且佟大为还是个会做饭做家务的无好丈夫 结婚之后 关月全方为照顾家庭带孩子 舍弃事业为丈夫生下了一子两女 佟大为不会觉得老婆在家带娃是享清福 反而永远都能看得到对方为自己的付出 被关月啰嗦他也只认为是老婆为了自己好 他经常会发现我身上的问题 他给我的一些比喻 他给我的方式 他给我想会更清晰 替老婆PU自己佟大为算是第一 而且他在身上从来没有什么大男子主 跟关月相伴25年 他永远都会照顾老婆的情绪 只要工作上有应酬 佟大为都会带着妻子参加 日常朋友聚会有异性 他坚决不会出门 结婚了就是有很多事情不同 我的一些应酬 我都会带着我老婆一起 我们组里都聚会 我都会说 一帮男的出去 结了婚的人要自律 如此严格要求自己 难怪佟大为出道26年龄追闻 情绪稳定又会避嫌 简直就是神仙老公 我都会看到我的满车